在說之前,當然家長要有比較平靜、空閒的時間去跟他說 如果你自己也很暴躁、很暴躁 其實說兩句,你自己也罵了,變成他的壓力來源 最好就不好 所以家長打算跟他說話之前,自己也找適當的時間、空間去慢慢地說 說什麼也好,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其實說一句,好像最近看到你睡得不太好 要不要弄點東西給你吃,有沒有東西想喝,讓你睡得好一點 其實都是一句關心,不要走過去,有沒有想死 我覺得這些就避免了 而且青少年朋友始終很多時候都不太喜歡說話 你一開始就說一些比較敏感、深入的東西 其實就令到他更加不想說 所以我覺得是一點關心 告訴他,不要緊,總之有什麼事 你爸爸在這裡,媽媽在這裡,你找我吧 我覺得這樣你給他一個感覺 覺得你是很關心他的 也都明白他不想說話 那就遲些再說吧